大家好,我是月寒 小时候每次过生日 家里有的老人就会说 你的出生日就是你母亲的受难日 我们说一朝怀胎十月分眠 这是每个为人母亲最伟大的一件事情 所以呢在民间也有这样一句俗语叫做 可以说这句俗语呢是来表达自己对父母的关爱的 叫做母在不庆生,父在不留虚 我们先来说一下母在不庆生这句话 那这里我们都知道在《劝孝歌》当中说到 十月胎恩重,三生报答轻 妈妈怀胎十个月,把我们养育成人 那这其中经历的一些生理和心理的折磨是很大的 女人生孩子就好像是在鬼门关走了一遭一样 孩子生日的那天呢就是妈妈最痛苦的那一天 所以说对于生我们养我们的妈妈 我们更应该心怀感恩和孝心 先前的一个人曾经写过一段文章 那在这当中提到过 挨挨父母生我取劳 挨挨父母生我劳粹 那这个呢就是在和我们说 父母生养我们是很不容易的 我们应该用一辈子去报答父母 我们再来说一下父在不留须 那字面意思呢我们就能理解了 就是父亲还在世的时候呢 儿子不能留胡子 留胡子这一点呢很正常 在古代是很常见的 无论是住在深山里的仙人 还是朝野之上的大臣都留着一缕长长的胡子 古人会认为这是一种有阅历成熟的表现 那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儒家讲究身体发夫受之父母 胡子呢只能修理不能减去 那父在不留须又是怎么个讲究呢 有两种说法 一种是古代父母故去 做子女的就会守孝三年 在守孝期间呢 要拒绝一切娱乐活动 要检居素食 续发留须 来纪念埃斯守孝 所以呢当时的人们会认为 父母健在的时候 留胡须这种行为 是对长辈的不尊重 那另一种说法呢 是在辛亥革命期间了 人们对于胡子又有了一个新的认识 就是晚辈不能在长辈面前留胡须 那这个呢是不尊敬的行为 老话说百善孝为先 做什么事情之前呢 都不能忘记孝顺父母 做人不能忘本 我们要懂得感恩 尤其是对自己的父母孝顺这一点 无论是走到哪里 都会是评价一个人的标准 那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看的呢 今天的视频呢分享就是这些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 欢迎大家关注转发收藏 我们下一期再见